假设有两个人都赚到了一千万 一个是赌徒玩俄罗斯转盘的 运气爆棚赚了个特等奖 一个是技术精湛的牙医 他这一千万就是靠每天出诊 为一个又一个病人解决牙齿问题赚到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都是一千万 如果让你选择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 你会选择哪一个 你一定会说 我当然选择牙医了 因为他有持续赚钱的能力 而赌徒却是一次性的收入 的确 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思路是没错 然而当我们把这个案例放在投资中 这个思路却就不那么正确了 为什么呢 这个比喻出自一位特别厉害的投资人 他的名字叫霍华德·马克斯 这人有多扭 在投资圈里就连巴菲特都是他的信徒 他也是利用自己的逆向投资思维 创立了像术资本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从上世纪90年代 霍华德每年都为全球投资者写投资备忘录 巴菲特曾说 每当我看到邮件里有霍华德的投资备忘录时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马上去阅读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呢 就正是霍华德的投资精神 他写了一本书叫 《投资最重要的事》 这本书呢 我连着读了两遍 真的是感悟颇深 而且这本书也是巴菲特其类推荐的 就连他自己呢 也是连着读了两遍 所以这本书的价值就不再细说了 我们就继续最开始的话题 投资中的牙医和赌徒 霍华德究竟是怎么解释的呢 先说牙医 投资中的牙医信奉的是理性投资 他们认为啊 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 市场总会像钟摆一样 摆到一个方向的最高点时 一定会往回摆 那么既然市场是有周期性的 不如就忽略市场环境 专心做好项目内在价值投资就好了 比如说可以通过分析公司的 基本面 收益 硬资产 内部管理 品牌价值等等一系列的分析 只要数据好 哪怕现在购入的价格高 哪怕短期没有收益 只要坚持自己的长线价值投资 总有一天会获得巨大的回报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错 但是呢 就算是这种情况 这些理性投资者也是经常遭遇打脸 1968年 美国纽约第一银行 当时流行纪役中 漂亮50投资法 什么意思呢 漂亮50啊 其实就是指当时公认为 各方面数据最好的 最值得购买的 50只最流行的大市值成长型股票 比如科达 保利来 IBM 摩托罗拉等 投资这些股票呢 无疑是牙医们的理性投资思路 然而后来的事实 却令这些投资者纷纷打脸 科达保利来的胶片产业 被数码技术冲击 摩托罗拉被收购 IBM因为行动迟缓 被抢夺市场 这样的案例真的是数不胜数 漂亮50给牙医们的教训就是 如果一味的按照理性价值投资 不观察整体行情趋势和市场价格走势 你一样会输得很惨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 如果牙医不行的话 那赌徒型选手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赌徒型选手 赌徒要比牙医更容易理解 他们始终相信 只要顺应市场趋势就能靠运气发财 所以说他们极为看中市场究竟是熊市还是牛市 牛市就入股 熊市就退出 但实际上呢 多数亏钱的就是这帮赌徒 如果你把市场纯粹当作是赌博 那你还不如直接去赌桌上来的痛快 所以霍华德认为啊 真正聪明的投资者 既不能是纯粹的赌徒 又不能是纯粹的牙医 而是一个能够在赌局中 懂得运用市场规律的牙医 他在书中提出了四个字的核心观点 叫逆势而上 他认为啊 只有在投资中坚持逆向投资思维 才能够最终跑赢市场 那到底什么是逆向投资呢 霍华德为我们举了自己亲身的例子 其实他所创立的像术资本啊 就是全球最大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 什么是不良资产呢 不良资产就是那些不被看好的 觉得他们是垃圾债券 违源风险高 缺乏理想投资卖点之类的资产 这些资产呢 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 但霍华德告诉我们啊 当面对大众通常的想法时 我们要做的不是顺应大众 而是马上提出自己的质疑 在还不了解情况的状态下 全盘否定一个潜在的投资类别 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我们要思考的是 既然大众都不看好它 那它的价格是不是远低于自身的真实价值呢 注意是真实价值 对它的需求和价格今后会不会有所上涨呢 每当你这么思考 你就会发现在大众眼里那些价格便宜的垃圾 并不代表着没有投资价值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四点 第一点 投资既不能是牙医又不能是赌徒 而是在赌局中运用市场规律的牙医 第二点 不被看好的资产不等于没有投资价值 第三点 只要你购入的价格远低于它本身的真实价值 注意是真实价值 不是泡沫哦 你获胜的概率才能大幅度的增高 第四点 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本书读两遍以上 因为这本书讲的核心概念就是巴菲特的那句话 别人恐惧 我贪婪 别人贪婪 我恐惧